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当人子在光荣中和仲天使一同将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好像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候,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 我父所将苦的人啊,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果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我, 我衣不避体,你们给我穿的,我冰了,你们看过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 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饥饿,而给了你吃的,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留了你,或衣不避体,而给了你穿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或坐牢,而来探望过你呢?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周边的人说,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啊,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拥火里去吧。 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衣不避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生病,或坐牢,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稀饿,或口渴,或无家可归,或衣不避体,或有病,或坐牢,而没有服侍你呢?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不义的人要进入永法,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讲的 motivated。 讲的 после Jorge不是你有家习家乃 Czy有美的天队,而那些习家乃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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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我们需要重新回来 再省思一下 当我们在听到基督圣体的时候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我们在回应阿门的意思 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 当神父在跟我们宣告基督圣体的时候 这是一个双重的宣告 也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回应阿门的时候 是一个双重的阿门 少了任何的一半 这个故事都不完整了 怎么说是双重的呢 基督圣体的确是耶稣基督 他亲自真实的灵在 他的生命给予我们 所以这是基督圣体 我们答应阿门 因为我们承认 而另外一方面 也就是故事的另外一半 绝对不可以少的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领受了基督圣体以后 我们也成为基督圣体 所以我们回答阿门 这一个承诺 这一个应答 让我们在生活中间 更好的去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 是一个逃皮捣蛋的小鬼 那个时候绝对也不会想到 今天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天主的福音 逃皮捣蛋 似乎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天性 有一天 就在打破了好几个花盆以后 玩遍了院子里头的泥巴 把墙壁上的窗帘都扯下来了 因为我在学做泰山 接下来 有一个东西 我始终没有办法能够碰到 因为这个东西在妈妈的手里 那个是妈妈的结婚戒指 所以我跑到妈妈那个地方去 妈妈 你那个结婚戒指借我玩一玩好不好啊 从来妈妈为了满足我小小的好奇心 很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 这一次我只不过是跟她 要一个小小的圆圈圈来玩一玩 她竟然一口回绝 这个结婚戒指哪里是玩的 要玩以后你自己去找一个 这件事情让我纳闷了很久 什么都可以玩嘛 那干什么妈妈这么小气呢 或是说结婚戒指 真的不是拿来玩的呢 怎么回事 小小的这个小朋友 又加上是一个不懂事 调皮捣蛋的小家伙 当然这一切什么都不懂 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 我也慢慢地长大 离开了家了 进到了修院里头了 我们的同班同学唱着歌 那是当时的名歌 唱的是一口口的饭 一瓢瓢的水 是父亲的汗 是母亲的泪 我也跟着在哼 哼着哼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眼泪已经爬上了我满脸 我开始回想到 在有一个夜晚 我的爸爸焦急地带着我 各个地方去敲医生的门 我想到了我妈妈 在门口还在叮嘱我说 带衣服啊 不要忘记带你的雨伞啊 我想到了 当我看到我从医院被爆出来的那张照片 我很惊讶的是说 妈妈 这是谁啊 怎么那么丑啊 因为在这个照片上面的小婴儿 这一个脸全部凹下去 是一个瓶的 妈妈说 那是你啊 你不知道吗 当你生下来的时候 你是难产 到医院去的时候 妈妈的羊水都流光了 好危险 医生这么努力地要把你救出来 你的头就卡在妈妈的骨盆腔里头 所以当生出来的时候 这一半全部都扁掉 是平的 而另外一半是凸的 因为医生用吸盘想要把我吸出来 这一个妈妈 流着眼泪 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第一眼 在心里头哭 天哪 为什么我生出了一个怪物呢 然后 每一天 在他喂奶的时候 就想尽办法去搓汤圆 那一个头 慢慢被搓回来了 竟然还可以调皮捣蛋 原来 原来我们的生活 我们能够活到现在 都是有人真正的付出啊 也难怪 当我在听到那一首明歌的时候 父亲的汗 母亲的泪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感动得不能自己 就在有一个夜晚 我们的耶稣 他也是拿起饼来 祝福了 剥开 分给他的门徒 你们大家拿去吃吧 这就是我的身体 要为你们牺牲的 而且他拿起一杯葡萄酒 再一次祝福了 拿给他的门徒 跟他们讲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吧 这是我的血 要为你们的罪过 请留的 有人为我们付出了 有人为我们牺牲了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坐在这里 不但是耶稣 而且是每一位 在爱里头 为我们默默付出的 今天成就了我们 让我们今天 可以在这里 一起庆祝 耶稣基督 他的圣体 我们在这个 圣体大会里头 因为 我们同样领受了 耶稣基督圣体的人 我们成为了真正的 耶稣的肢体 我们也成为了 基督圣体 就像是汪洋大海中间的 每一滴海水 都可以说 我就是海水 所以 当我们在听到 基督圣体的 这个宣告的时候 它是一个双重的宣告 一方面 我们要领受的 是耶稣基督 他真实的身体 而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们领受了 这个真实的身体 我们真正的成为了 耶稣基督的肢体 我们是基督圣体 因此我们答阿门 这个阿门 也是一个双重的应答 是一个双重的承诺 告诉耶稣 也告诉我们自己 是的 我要好好的去生活 我要好好的 把我的信仰 活在我的家里 活在我的工作中 活在我的休闲里 每一时每一刻 我们为了基督而活 因为我们是基督圣体 所以幸福不在于说说而已 幸福不在于我插一个双手 前来领受降福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基督圣体 看得太简单了 也看得太浅薄了 事实上我们没有懂基督圣体 那个真正深刻的意义 所以就像是结婚戒指 不是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 从此我的生活就幸福美满 直到永远了 而是我在不断地付出的时候 在痛苦当中 在眼泪当中 在欢笑当中 我们去分享了那一个 共同在一体的那个生命 所以幸福随之而来 我们千万不要把我愿意 也不要把基督圣体 这样几个应答 当作了指示来领降福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圣体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这个基督圣体 这份爱生活出来了呢 有人可能问说 那怎么办呢 那还有小小的朋友 他也在我们的弥撒当中准备 结果问题是 他还不能领受圣体 那没有关系啊 请他在座位上面 我们跟他解释 我们不但跟小朋友解释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跟大人好好的解释 在解释当中 我们也在省思我们的生活 在解释当中 我们跟他好好的分享 是因为当我们更成熟的时候 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 当我们也愿意去付出自己 那一个牺牲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相合于 耶稣的爱的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领受圣体 这个时候才是成熟的时候 还没有成熟的果子 都是青色的 我们要的是那一份圆满 是那个真正的平安 不是表面的祝福 这样子也许多做了一些事情 可是这样是更深入的基督徒生活 在金融海啸来临以后 我们有一个爸爸 原先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现在不但没钱了 还欠了一大屁股的债 非常的痛苦 他不愿意让他的孩子 因为他的公司被倒 然后在生活中间 少一任何一点点的享受 可是当有一天 他的两个孩子 跑过来跟他讲说 爸爸 我们好久没有去吃麦当劳了 他的心揪在一起 我以前 有司机 开着黑头的轿车 带我到公司里头去 而今天呢 我好不容易 东求西求 把我的面子都丢在地下 践踏 然后才求到了一个临时工 星期天的时候 拿着一个广告牌 站在路边 一个小时 一百块 我还要想办法去还债 东挪西求 孩子说要吃麦当劳 好 他又存了好几个星期 带着两个孩子 到了汉堡店里头 他的大女儿很兴奋 好久没有跟爸爸一起享受 这么愉快的时光了 他的小儿子 在旁边挑三拣四 哎呀那个鸡皮不要给我 好油哦 我才不要吃呢 事实上 这个大姐姐 比较开始懂事了 他知道爸爸的公司不对劲了 只是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他看到爸爸每一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身上好脏哦 而且怎么臭臭的 他知道哪一些事情不对劲 他知道他不要再吵再闹 当炸鸡端上来的时候 他好感谢 好感恩 不但是每一滴的可乐都喝完 每一颗的冰块都吞下肚子里头 连每一个小小的鸡骨头 他都咬了半天 很高兴地吞下去 可是在旁边的小弟还在挑嘴的时候 这个姐姐讲了 小弟 你把他吃下去 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吃下去 这个弟弟还在闹脾气 我才不要呢 我才不要呢 爸爸看在心里头 不要吵不要吵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有吃就好了 可是爸爸在看着他们吃的时候 心里头在想说 孩子你知道吗 那是我的命啊 我多么希望跟你们分享的是 那个圆满的喜乐 永远没有阴影的这种的高兴 可是爸爸现在我只能给你们这些 你们能够享受吗 大女儿知道了 小女儿 小孩子 小弟弟不明白 今天在我们领受耶稣基督圣体的时候 耶稣为我们牺牲了 不是他欠了什么债 是我们欠了什么债 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完整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照我们自己的私意而行 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远离了天主 我们也丧失了生命 然后耶稣替我们把这个债背起来 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 借着祝圣的圣体圣事 你们大家拿去吃吧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的 小朋友不明白 然而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呢 我们怎么能够忍心践踏耶稣基督的圣体 甚至于我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例行公事 来来来领受降福就好了 不 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 我们更要好好的准备自己 所以刚才我们在弥撒之前 我们有这么多的神父 在听告解 在为我们很多的教友 一起来回归天主 做努力 做准备 那是真正的和好 那是真正与主合一 所以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么样子 轻松地接近耶稣 而我们也需要去反省 我们是怎么样子来靠近 来得到这一个生命的 爱 所以不是嘴巴里头说一说就好 刚刚提到了 就像是结婚典礼中间 不是说一句话 我愿意一切都圆满了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是我们每一天的付出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想一想 就是有人为我们付出了 就是有人为我们牺牲了 可是 我怎么还没有体会到呢 也许我的生活 我现在看到的只是痛苦啊 我现在流的只是眼泪 我还没有体会到那一份安慰 各位弟兄姐妹们 那请你们来 更是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去体会到的那一份生活 献给主吧 因为耶稣自己说 我 我亲自要来 我要亲自寻找我的羊 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 我要寻找 我要领回 我要包扎 我要治疗 而且 强壮跟肥胖的 我要看守 让我们来 更好地领受耶稣基督圣体吧 而耶稣在说 我要看守 我要按正义目放他们 而天主的正义是什么呢 天主的正义 就是祂是我们的造物主 祂是爱我们的天主 所以在这一位天父面前 在我们的长兄的怀抱当中 祂的爱是永远 源源不绝地付出 跟我们分享的 也因此 祂会要求我们的事 不是我们的回报 而是 你有没有为你自己 最小一个弟兄 最小一个姐妹 做一些他需要的事情呢 衣不蔽体 你给他穿的吧 没有饭吃 你给他一些食物分享吧 这些人需要一些安慰 你们安慰他们一下吧 或是说有些人 他现在 在一个情况当中 他需要安静一下 好 那么我们也尊重他 所以给他一些空间吧 无论如何 你们有没有对最小的一个弟兄 这样子做呢 这是以后 当我们再听到审判主 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他要说的话 也许我们说 耶稣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时候帮你做了这些好事呢 而耶稣 如果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间 都这么努力去付出爱了 他会告诉我们 不要担心 来来来来来 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所流下的眼泪 所付出的那份爱 你已经不知不觉的 跟我一起 在十字架上 你现在也不知不觉的 就已经跟我一起为王了 所以我们今天 在耶稣基督君王节 我们一起庆祝基督圣体 圣血节 因为我们都领受了 耶稣基督的圣体 我们都因为耶稣的爱 我们跟他结为一体 而我们也在生活中 努力的去付出 这个基督圣体 双面的应答 在我们的身上不断地实现 因此等一会儿邀请大家 我们寂寞片刻 想一想 我们的生活 是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主的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有多少的家庭 有多少的人 其实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痛苦 其实也有更多种不同的爱的故事 因为爱的故事 在嘴巴里头承认 也在生活中间实现 它就会让我们 越来越在基督内 我们举心向上 我们越来越被圣化 我们越来越成为 耶稣基督活的肢体 所以让我们寂寞片刻 想一想 我要把什么样子的眼泪 等一会儿借着饼跟酒 奉献给主呢 我有什么样子的喜乐 现在是我与耶稣 一起复活的那种喜乐 我可以怎么样子 借着饼跟酒 呈献给主 让它圣化呢 这样子 等一会儿 当我们再一次 领受耶稣 这个被祝福的饼 跟祝福的杯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与主结合为一了 因为 我们大家 是因为相爱 合而为一 在领圣体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听见 我们会领受 而我们也会成为 基督圣体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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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